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来欢乐周末 现在变成悲伤的周末 对不对 今天大盘跌1000点 这是钟祥老师 40年股市的经验 是跌最多的一天 对不对 同学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其实两万多点跌1000点 是跌5% 但如果一万多点跌1000点 一万点跌1000点 那就不得了 所以我记得在前几天 我一直教各位当冲技巧 对不对同学 当冲技巧我在这里 我都公开讲的 这我写的技术分析 当冲技巧把握下列原则 买强不买弱 空弱不空强 好 今天大盘重挫 当然爱普也跌 爱普昨天还涨 但是你可以看到 爱普今天也跌 盘中还买好的 尾盘被K下来 听说是融资断头 融资断头 那融资买的 当然我也希望 融资买的也不要受伤 但是断头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好我们看一下大盘 大盘是不是开盘跌500点 收盘跌1000点 打下来 震震震上去 又打下来 又震震震上去 又打下来 你知道外资今天卖多少亿吗 卖900多亿 快1000亿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昨天涨400点 你很高兴对不对 我说如果今天再涨400点 钟祥老师退出股市 我昨天有没有这样讲 有嘛 我叫你打电话进来 你也不相信 我说就股民嘛 1加1嘛 就股民1加1 老师这个当冲 我跟你讲 当冲所有会员听好 当冲说实在 你把握得住 你可以 十拿九稳 就是因为当冲 你当天先卖后买 先买后卖 你买卖掉了 你就没有所谓的这个 流到隔天嘛 就不会有问题嘛 所以下礼拜一开始 因为这大盘震荡太厉害了 我觉得 因为我一直没有 带会员去做先卖后买 我觉得也可以 其实也不需要融券 那你有开融资融券户也可以 你就先卖后买 收盘价买回来 这样也可以 对不对 来 加赖 我昨天怎么告诉你的 我昨天怎么告诉你 齐红双红 其实齐红双红 我写很久了啦 同学我写很久 你不知道跑了没有啦 外资不是调升平等吗 齐红快跌停了 双红开盘就跌停了 你要我告诉你几次 我说这么大的头部 外资不是升平等吗 一买一卖 被他搞死了 对不对 你应该早就卖掉了吧 对不对 齐红前两天还那么强 今天啪一下跌停板 还会跌 保证会跌 那保证会跌的话就 但是我跟你讲 他有时候盘中会拉 所以齐红双红要做 要做这个当冲的话 你要看着盘做 你不要像这一天 涨上来 开盘就去空 结果被拉 拉到8% 9% 对不对 像昨天就可以空了 对不对 昨天就可以空了 好 今天也可以空啊 今天怎么空 开盘试价空 没这回事 拉上来空 就会杀下来 好不好 那我也没有告诉你 安国比神盾强 我已经连续讲好几天了 你的老师 把你当作台湾银行一样 安国也讲 神盾也讲 我就发觉 这些金光党的 今天好像没有讲神盾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下安国 安国其实今天做当冲 靠近跌停板买 还会赚钱 神盾 这个跟你讲空嘛 对不对 你放空这一支 你是我们坦的 你知道吗 他扭不起来 还达到跌停板 老师我跌停板买 收盘也没赚 那万一礼拜一 再开跌停板怎么办 你的老师有交代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 那今天爱普说实在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爱普 最低达到315 又拉到323.5 为什么要拉上来 因为这里 他如果今天没有拉一点上来 这个就没有 就有跳空缺口就不漂亮了 缺口还是被K下来 没量啊 我昨天告诉你什么 股市操作主流 有量就有趋势 我告诉你嘛 黄仁勋来了 昆银索罗门跟罗生 对不对 有没有 你看一下 今天的昆银 台低走高还大涨 14万张的量 我敢保证 这当冲里面大概有 今天一定有人去空这一支股票 空了就被嘎了 14万张 里面搞不好有12万张以上在当冲 索罗门今天4万多张 保证里面有5万 有大概3万张以上在当冲 罗生更扯了 罗生搞了一个16000张 很多同学都想 今天跌1000点 我来放空罗生温坦 温的对不对 温的 结果尾盘掌天盘锁住 补不回来 来看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温坦的嘛 对不对 啪啪啪拉上来 对不对 这个你这个就要 所以我在这里测标上写 买墙不买弱 空弱不空墙 老师我今天去放空 罗生海赔钱 大盘跌1000点 不能这样搞 好不好 你这样搞你会死人 那在这里 同学我一直跟你讲 这技术分析 对不对 买墙不买弱 空弱不空墙 下礼拜一开始 我要带所有的会员 我开始 每天一档到两档 做当冲 波段的归波段 波段归波段 会员厅 波段就归波段 当冲就等于说 我不会带你去空罗生 我可能会带你去空什么 我可能会带你去空资源 因为我认为资源比较差 那如果今天空资源 会不会被嘎到 不会啊 随便空啊 收盘下来 几乎也收在最低 不过 既然是做空嘛 当天就补回来了 有赚就补了 价差多少 296285 老师你这个有没有写 296 292啦 292啦 308 我本来认为 它不会收那么低 那没关系啦 礼拜一搞不好可以空一下 反正空作事故嘛 对不对 老师强势股作事故 既然外资卖了那么多 我保证它有卖台积电 保证 它有卖 今天这一支 跌听板 来 你的老师不是在讲M31吗 哪一个老师在讲M31 哦我赚了七十八八八十八九十八一百倍 来同学 M31 我们 1450出调 我在这里出调我就公开讲了 我在这里出调我就公开讲了 同学我没有骗你哦 1450哦 还有到1475哦 那你的老师在干嘛啊 最近开始讲罗生啦 开始讲什么 哦开始讲什么 哦开始讲机器人了 哎奇怪了 跌了就不讲了 前面讲资源不是很好吗 也没讲出啊 对不对 在讲什么 松达科啊 松达科很强嘛 小心啊我跟你讲啊 这种股票横盘整理不能破线 一破线就死了 对不对 这种一涨上来的股票横盘整理 就怕破线 破线就死了 所以同学 我不知道你参加老师是 为了什么 为了赚钱对不对 啊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老师有诚信 手上的股票不管涨跌都要讲 出了不能打一个叉叉就说出了 没有那个出一半的 我M31全出没有那个出一半的 出一半就代表自己没有信心 怕说出了以后继续涨 然后这里这个就没有话讲了 对不对 真的就没有话讲了 也不知道讲些什么东西啊 只好金光党的手法就继续讲啊 跌了跌了就不讲了 然后跟你讲我出一半了 我们M31全出 好不好同学就是这样 股票市场 我知道最近真的跌一千点 大家都不好过 我们的会员也不好过 那老师尽量还是要帮你们赚钱 那不然呢 老师研究那么多筹码 对不对 老师研究那么多筹码是为了什么 对不对 就是让你赚钱 所以以后啊 现在开始啊 我可能有一些做比较短 然后会员收到抠讯 我跟你讲啊 买的价钱 卖的价钱你一定跟得上 就像我们那一天买安国 安国我们买到当冲掉了 那如果礼拜一有跌 搞不好还是买安国 会做多的就是安国 做空的就是神盾 老师通一个集团 就看看嘛 看量价嘛 看有没有量嘛 那我们没有乱七八糟 因为我们股票并不多党 所以做起来会比较轻松 好不好 今天外资卖了100多亿 来看一下 跟你讲一支股票 叫2317的鸿海 鸿海你记得吗 郭台鸿海说200块他要退休吗 你买100块很好 你买120 130 150都还可以 你买在200块 人家郭台鸿海200块就要退休了 意思是说200块以上他不会再买了 你买在200对不对 你真厉害的 马上赔死 你不是到200才解套 如果鸿海会到200 那你不会等到150再来买 老师他不会来150 你跟我保证 他不会来150 对不对 所以同学要懂 鸿海 给人开 你的老师还在讲鸿海的 有没有带你出 老师我们出一半好厉害 出就全出了 有什么好留恋的 对不对 同学加烂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我再跟你讲 礼拜一开始快闪 快闪一加一就每天有当初 先买后卖先卖后买 老师决定了 以后先卖后买我也做 因为我很少做先卖后买 礼拜一开始先卖后买也做 对不对 老师礼拜一会不会再跌 可能会再修正一下 但是个股表现为主 进广告打电话 谢谢 万通国际投顾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投顾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今天有几档股票跌停板 那当然在这里我也跟你讲过了 骑红双红叫你先卖 你如果没有卖 那我也没办法 我们没有做空 我们没有做空 做空赚死了 但是因为有一些老 因为我通常我不带会员做空 但是如果是盘中现股当中 先卖后买是可以的 听懂了吗 那也不是做空 那今天 今天M31跌停板 对不对 我卖掉了当天我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的老师有没有 叉叉出一半我不知道 你的老师还在算绩效 在算嘛 没有出都完全没有绩效 搞不好变成负的 来 这档股票叫做四星 四星你记得吗 我扣出两次 一次在2800左右 一次在3000 当然有的会员舍不得出 舍不得出 我就扣两次 我扣两次出了 舍不得出我也没办法 那四星会在跌吗 你看四星是腰斩 融资还很高 这一支股票是上下很好当冲 如果你没出 然后你又一支加码 同学我跟你讲 我有跟你讲过 我当初我扣讯的时候很清楚 那当然 同学我有跟你讲过 有的老师分析持股有四级党 真的把会员当作台湾银行 对不对 涨的就上来讲 跌的就不讲 对不对 举例来说好了 昨天涨停板 这个系统上来讲 连续跌两次跌停板 他都不讲 有没有赚钱我也不知道 今天可能就讲昆银 索罗门 罗生 今天会讲 今天会讲那个什么吗 今天会讲圣达克吗 我跟你讲 这横盘整理的股票很恐怖 不要去赌 搞不好 融资再增加 我们就来空他一下 搞不好就一根跌停板 当然 我要回去算一算筹码 没有说一定要空他 但是我觉得 有这个机会 有机会就要跟你讲 对不对 我又跟你讲 对不对 星星难电 对不对 星星这里上去 我就说 长到这里 星星会变猴子 你看这变猴子 星星的星星 星星的猴子 破底 我没有先讲 我说 小心星星变猴子 老师不能这样子 人家赔钱已经很不高兴 我们说实在 我们会员也赔钱 但是 老师决定 既然是献鼓当冲 就冲来冲去 冲又不会死人 而且冲的时候 数量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对不对 我们安国做了18趟 18趟都赚钱 对不对 艾普现在还套牢 其实 有的会员讲 老师也不会来 因为我参加你的时候 我又买140 买150 180 200的还赚钱 但是艾普 其实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 艾普其实外资还是买的 你看外资买不多 所以 但是艾普也可以先卖后买 我有跟你讲过 你看创意今天外资还在买 1080 对不对 1080到1100 还满准的 1080 1100 你看有没有准 老师你也没有很准 我当然没有很准 我当然没有很准 结果 游到1080 游到1120 游到1060 老师上面差两块 下面差两块 差不多 反正1080到1100 你买得到卖得掉 或是卖得到买得到 对不对 明天创意来做一下线股当中 其实也不错 今天四星外资卖很多 被外资K到跌停板 对不对 同学你的老师还在四星 每天加码 太厉害了 你们加台湾银行 我当初买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 3000块 拜托你一定要卖一下 拜托你 用拜托的 没卖 没卖 那也没办法 我扣讯这个扣两次 最少你有出掉一次吧 不会两次都没出吧 对不对 不可能吧 所以在这里来说 跟同学报告的就是这样子 下礼拜同学听好 其实你不一定要办融资融卷 你先问你的营业员 能不能做线股当中 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做 因为我昨天在这里跟你讲 昨天涨400多点 我说如果今天涨400多点 钟祥老师退出股市 我昨天应该讲多一句话 今天 我怎么知道今天会跌1000点 老师听说战争 听说美国大跌 其实美国大跌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不然外资不会卖了900多亿 卖了快1000亿 外资卖1亿通常大概是跌一点 所以外资卖900多亿 大概就是跌1000点 今天自营商也卖 那陶信还在买 那陶信买的股票 也不见得都很强 我举例来说 今天头信买很 有买奇红 对不对 有买奇红也是快跌停 对不对 头信挡得住吗 国安基金都挡不住 你不然叫国安基金来买 国安基金来买1000亿 对不对 外资卖1000亿 国安基金买1000亿 对不对 所以同学在这里千万记得 尽量不要做赌博的事情 我们已经错了一次 不能再错第二次 我们的爱普已经错了一次 对不对 不能再错第二次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尽量做短一点 好不好 现股当冲 现股当冲就是救股民 快闪计划 先解套再操作 老师我手上有爱普怎么办 上下来回做 看不懂就不要做 今天其实外资是有买 头信也有买 尾盘杀下来是为了什么 本来我认为 他315会拉到323 我本来认为他收盘价 会在315左右 我call会员大概320左右 没想到他蹚一下 还310跌破了 不过最后一盘是买盘 是外资在买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们既然有了 我们就高出低接 低买高卖 没有把握那一天就不要做 像今天没有把握 带你做一定输钱 因为今天杀太凶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把握的 像那一天安国有把握 就带你做 其实神盾先卖后买 其实很好做 新兴先卖后买 其实很好做 因为这些都涨不上来 保证会下去的 那我们先卖 尾盘价再买回来 说实在先卖后买 我们也互盘 因为我们有卖掉 所以尾盘再买回来 尾盘那个都是我们的买单 我们比外资还厉害 我们在这一样互盘 所以可以讲 钟祥老师也来互盘 为什么互盘 因为我们盘中有先卖掉 尾盘我们就要买回来 所以如果是跌天盘守住 我们就把它买回来 但是不是隔天 因为高档有卖掉 跌天盘买回来 我们互盘 对不对 跌天盘卖不掉 我们把它买回来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在这里我要讲 旧股民 我会找强势股 拉回做多 然后我会找弱势股 先卖后买 同学 记得我这一本的技术分析 好不好 记得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我跟你讲 最重要几个守折 卖枪不卖弱 空弱不空强 就是先卖后买 量能的变化 筹码的计算 对不对 盘中量价关系的掌握 事先锁定个股 所以老师每天在这里写筹码 就事先锁定个股 不要在盘中任意操作 老师突然我心血来潮 今天大盘不好 我决定去放空罗生 跌一千点我就不相信 口子会上诉 结果他还真的上诉了 你去放空 又要违约交割了 所以同学就股民 快闪一加一 今天大盘不好 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做多罗生 但是不能去放空罗生 因为他是强势股 我们放空弱势股 先卖掉再买回来 一样可以赚钱 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谢谢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将来自负投资人应独立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